追夢是不分年齡的 有機教舉辦了一個奇才夢工場的計劃 讓一群有不同手藝的中高齡人士一展所長 讓我去找他們學習 你好,我想問為何你們要推動奇才夢工場這個計劃 新冠疫情時,老實說,找工作是比較困難的 但我又發現很多中高齡人士有很多才藝 我們匯聚了一群有興趣手工藝的人 他們創作了自己的手工藝品 我們當時用過網站配對一些有興趣買手工藝品的人 發覺非常成功 除了一個交易平台、一個網站之外 我們亦都提供了一個所謂奇才夢工場的地方 讓他們聚在一起去做一些縫印 製作手工 效果非常好 我們漸漸發展到可以幫助有興趣的人士 他們不單是學會上網、上網賣廣告 甚至到網上交收、拍照去做一些海報 變成他們自己是自己的檔主 還有自己的品牌創業 Hello,為何你想成為導師? 在2023年1月份 奇康會他們有一個新的計劃 叫做《奧靈動力有待長者就業計劃》 這個團隊就邀請我去參加他們一個叫做 奇聲超級導師培訓課程的導師 希望我可以透過自己所認識的技能和知識 去培訓另一班導師服務這個社會 那你負責教什麼技能? 我自己會教運動的知識 以及一些手工藝品的製作 那我除了將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傳授下去之外 亦都需要跟我們分享 有關我們做導師應該有的守則 那在裏面包括我們要保持什麼心態 那我們會有什麼素養 那當然最重要的就是要關注告訴他們 有什麼我們是需要、必須留意的 譬如像一些場地的布置 還有在裏面有沒有安全性的問題 那跟長者、老友記如何去溝通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關鍵 你對這個計劃有什麼感受? 其實在過往這件事 對我來說是有很大的動力 因為我看到長者 從他們最初可能告訴我 我的手指不靈活 我手工也不行 直到他們告訴我 我現在可以自己穿衣 自己梳頭 可以治理自己 還有當他們做完一些作品出來 他們很開心的樣子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滿足 Kitty和May以前都是從事製衣行業 他們透過這個計劃成為車縫奇才 進展他們的車衣技能 我應該是八、九歲已經認識車 那時候在家裡我媽教我 唐裝衣服 我想問一下車縫奇才這個崗位是做什麼的? 我們是用不同的布 就載不同的環保袋 雨傘袋 背的手袋 或者是帽子 或者筆袋 那些之類 那你覺得這個計劃 怎樣幫到你們? 幫助很大 因為我們退休人士 這樣就退休了 即是沒有工作了 適碰有這個機會給我 就發揮到自己的那些布藝 人好像聰明一點 因為退休人士 好像每天都無所事事 現在有得想想 我自己本身喜歡 加上陳姑娘他們的計劃 有時候說出來大家商量一下 我覺得搞得不錯 這個布袋這麼漂亮 就當然不是我做的 不過我也希望有一天 可以像他們那樣 做得這麼漂亮的成品 如果你們都對這個計劃有興趣 歡迎去他們的網站 了解更多